在以前我们要传WhatsApp 一定要先新增联络人 但现在我们不需要了 可以利用以下这个网址 Wa.me 852香港 电话号码 后面可以打你需要传的信息 我们试一试 开新分页 Wa.me 852香港 电话号码 然后信息就是How are you 拍Enter 当你拍Enter之后 讯息就是How are you 然后可以按继续进行对话 就可以传到个Message 介绍这个网页 简化了正话的程序 首先我们有个电话簿 电话簿有四个人 一个代码 姓名和电话 这个可以更改 接着我们先进一个代码 比如我想传给陈大文 你打了CTM之后 他就帮你找到这个名字 陈大文 电话号码 就是这个 信息 在上面 这个% 就会代入个姓名 的 接着你要打的信息 打好之后 就可以按Send 这个键 按了Send 之后 我们可以按这个 继续进行对话 它的电话 它叫你下转到App 就可以不下转 使用到网页版 于是 按一个Send 你看到正话 %就代入了 陈大文 内 信息 再按一个 继续进行对话 就可以传给了个Message 大概的样子 就会这样的 电话号码 讯息 你按一个Send 就可以传给了 再看回这里,当你选择人名之后 譬如今次我选择这个C3张3电话号码 你选择之后还可以再改 譬如这个我把它改成 这样才算 电话号码也可以改 再按Send就可以了 再看一看网页怎样写法 网字在上面 你可以看一看内容 按右键 看原始码 你只需要把它save到网页 另外把地方 你的电话簿save 以后就可以使用 留意中间是一个Tab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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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